大家好,欢迎收看娱乐明星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娱乐圈的发展飞速,曾经流行过的事物也会很快过时,歌坛中心形式的音乐层出不穷,精致的唱腔几乎是每一位乐人的共同点,好听的声音总是相识的,那些具有个性与特点的声音似乎早被筛选掉了。 所以,当500的歌声再次回到人们身边时,再次掀起了欢呼的浪潮,随着电视剧《想见你的》热播,500的《Ask Dance》在剧中无数次循环播放,让许多追剧的年轻人们大呼号上头。500被推上热搜,他的音乐也吸引了一大批新听众,而这些人大多数是90后与00后的年轻人们,这些从小就听500音乐成长的年轻人们,大多数人都曾觉得那是精神摧残, 因为500的嗓音绝不是年轻人们喜欢的类型。在无法理解其音乐魅力时,我们都曾将其标榜上老土,过时的标签,不过现在的90后,00后们开始步入社会,经历过自己人生中的沮丧,成长,苦恼,烦闷等等情绪,忽然间也能欣赏500的歌了。 在他有些粗糙,普通话评翘舌不分的嗓音中,我们都喜欢上了那番萨托语轻松,喜欢在他的歌里找到与自己共鸣的情感,他的音乐再度翻红。 是因为歌坛没有进步吗?事实证明,500能在当年吸引众多年轻人,如今也还是能抓住年轻人的心。 或许不是歌坛没有进步,只是500音乐的魅力太强,曾经红遍大江南北,不论大吉小夏,都喜欢放着他的音乐。 除了极具歌人特色的音乐风格,歌词也谱写得深入人心,外界还曾给过他摇滚诗人的称号。 但后来,这首歌被他自己演唱,大火,虽然当时的500经历过多次失败,但他从没选择放弃,执拗得要在这条路上一走到底,这才有了后来大红大紫的他。 翻红的500其实早就红了几十年了,喜欢他的听众一直不少,如今也只是再度吸引了一批人。 虽多年过去,但他的影响力一直很大,就连《人民日报》也在近日点了他的名,在文章中写了关于翻红的500给大家带来的启示。 听惯了那些精致的,让人挑不出什么错,但也留不下深刻印象的流水线作品。 500那种天然的满井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刺激。 《人民日报》,别人开演唱会是假唱,他是真不唱。 几日前,500在上海举办个人演唱会,现场粉丝热情高呼,未等500开口,粉丝已经集体合唱,500手一挥,负责全场溜达。 网友调侃着乃是全国巡演,这分明是全国巡视,他在检验各地粉丝的唱歌水平。 陈奕迅一场演唱会下来大汗连离,反观500轻轻松松,难怪陈奕迅想开车创他。 其实这样的情形不止出现在他的演唱会上,他在别人演唱会上当嘉宾时更是分分钟砸场子。 500被称为摇滚教皇,演唱会堪称神级演唱会。 粉丝心甘情愿买票给500唱歌,网友调侃他轻轻松松把钱挣,演唱会能开到90岁,只要他人站在台上就能办演唱会。 为何500被称为控场之王,背后的原因莫过于此。 500出身并不好,在爆红当歌手之前,他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心酸经历。 破于生活的压力,他曾经有过许多份工作,摆地摊,买保险,当服务员。 但他在忙于生计时,仍苦中作乐,不放弃对音乐的喜爱。 他曾经在酒吧当过助场,可是因为外貌不出众,发音不清楚,被台下的客人调侃。 终于,随着烂人情歌的爆火,这一切过往都烟消云散,再也没人质疑他的歌唱水平。 500这一伙就是32年,这些年他收获了很多真心喜爱他歌曲的粉丝们。 许多人都可以从他的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 500的歌,简单一动,感人又好唱。 歌如其人,朴实简单,却用情至深。 500从每一位八卦绯闻上热搜,他用新创作歌曲,经营自己的音乐事业,每次上热搜都是演唱会的名场面。 和经典歌手不同,500的粉丝群体偏向年轻人,其中90后,00后甚至占大部分,可以说每个年代的人都能在他的歌中找到共鸣。 500的歌迷们在演唱会很听话,同样一位500很宠粉丝。 500开演唱会时,担心歌迷们回家太晚,他会找导演协调好时间,三个小时内完成50首歌曲。 每次演唱会结束,粉丝还沉浸在喜悦中,久久不愿离场。 500面对粉丝的热情,只能无奈一笑,反场唱歌哄粉丝们回家。 可粉丝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,甚至都不用他起头。 当音乐的前奏响起时,上万粉丝一起开口,在500的指挥下,正极有序。 光唱哪个过瘾,还要在现场玩起波浪舞,这几分恐怕只能在500的演唱会上看到了。 500的控场能力很强,他被邀请去当演唱嘉宾时,完全看不出这是谁的演唱会。 或许是在自己演唱会上太憋屈了,被粉丝抢唱,500只能在别人演唱会上火力全开。 不仅如此,500砸场子从来不砸无名之辈。 当刘若英前500当助唱时,恐怕也没想到演唱会变成他的主场。 两人合作一首《很爱很爱你》,刘若英完全跟着500的调子唱。 当两人同台演绎挪威的森林时,刘若英发现500只起了开头,台下的粉丝们都跟着大合唱, 这明明是自己的演唱会。 刘若英不幸地侧着耳朵倾听全场的声音,自家粉丝真是太热情了, 他也只能微笑配合。 后来,刘若英问他和自己的演唱会有什么区别,500大胆回应,可以随便满啊。 王心灵和500关系很好,500是他的师兄,曾经还帮他写过歌。 当王心灵举办巡回演唱会时,邀请500作为嘉宾。 可这场演唱会明明是情歌专场,硬生生被500变成万人蹦迪现场。 在演唱你是我的花朵时,500叫现场歌迷起身跳舞,台下歌迷欢呼起来,十分配合。 动感的歌曲配上魔性的舞蹈,加上王心灵和500声音上的反差, 现场一片沸腾,变成大型蹦迪现场,气氛还倒不行。 不得不提的还有五月天的演唱会,500真正教了他什么叫反课为主。 500一出场,就热情地和现场的粉丝打招呼,现场欢呼声四起,五月天甚至反问他, 不知道为什么,你来了之后粉丝都变得比较听话。 当五百演唱自己的拿手作品时,五月天在一旁担任伴奏,现场欢呼声快将屋顶掀翻。 可就是这样的控场大王,却害怕这个开放火辣的女人。 莫文卫在演唱会上的奔放一向是出了名的,连五百都害怕。 当五百为莫文卫弹奏完之后,莫文卫在舞台上扭腰转圈,问他, 你要看清楚我今天这个打扮吗? 五百直接紧张到说不出话,歌唱完后,莫文卫直接对着现场粉丝新衣服, 当他回过头来,发现忽略了五百。 他大胆地对着五百说,我为你私人来一次,于是掀开外套,握出胸衣。 五百不知如何是好,脸直接红到后脚干。 可五百在其他人的演唱会上是故意砸场子,蹭热度嘛。 五百在之前就表示自己不是故意抢风头,只是喜爱音乐, 想让歌迷们尽情享受,放纵自我。 他说不再呼吁别人比较,只想用心做好自己, 不管是嘉宾还是主唱,只要给粉丝带来开心就好。 五百出道多年,举办过多次演唱会,有丰富的舞台经验, 能对舞台节奏把握好,会根据现场情况,和粉丝们互动, 用自己的诚恳和幽默,调动粉丝的积极性, 所以能达到顶级演唱会的水平。 他并不是砸场子,反而是将现场氛围推到顶峰, 变得更加热闹。 看了五百演唱会的所作所为, 难怪陈奕迅当初不要片仇,自租卡车,也想撞五百。 在出演《新警察》故事时,五百仅出场几分钟, 就被卡车撞飞,他本人坚持不用替身, 而撞他的正是陈奕迅。 但他二人是朋友关系,同为歌手,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, 五百也担得起摇滚教皇这个称呼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,敬请关注哦! 今天的视频在看摇满教皇进行第一回合心中, 一段时间站由, 结束针和晚光处理板消满